高血压吃上降压药就不能停了 其实有四种例外情况 今天咱们用一个视频给大家讲清楚 现在在我们身边高血压的人越来越多 好多人血压高了 明是血压高不敢吃降压药 他就怕降压药吃上停不下来 就怕降压药具有成瘾性 那么到底如何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呢 首先说对于绝大多数高血压患者 长期口服降压药把血压控制得好 不是因为这个药具有成瘾性 而是因为你升高的血压之所以后期平稳 是因为降压药的作用 你一停药血压又会高上去 而长期升高的血压 不管它它会导致心脑肾的损伤 心梗啊脑梗啊肾脏疾病啊慢慢的就都来了 所以说为了不发生重要脏器的这种严重疾病 很多或者说大多数高血压患者 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长期口服降压药 说白了 目的还是为了让生存的时间更长 生存的质量更高 但是呢世间的事总没有个绝对 有四种情况是可以考虑停降压药的 第一种情况 有一些年轻人 他们临时血压高 是因为临时的精神压力大 或者说熬夜 或者说一些生活的变动 这样的话呢 当这些诱因去除掉之后呢 它短暂升高的血压就又降至正常了 这一类情况有的时候的确改善生活方式就行 不一定非要吃降压药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有些高血压患者呀 它是高血压的初期 冬天血压高 夏天血压就会正常 所以说对于这一部分人 我们夏天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 逐渐的停用药物 而到天冷了之后 再在医生的指导下 加用一点降压药 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让全年的血压 平稳减少对脏器的损伤 第三种情况呢 是白大衣高血压 有些人呀 他一到医疗机构量血压 这个血压就高 这个医疗机构包括体检机构 医院体检机构全算着 有些人一到那去量血压高的 回家一量血压正常 这些人严密监测血压就可以了 不一定非要吃降压药 而第四类人呢 就是激发性高血压患者 有些人呀 他这高血压是激发于其他的疾病 比如说 原发性全固同增多症 身上线有个小瘤子 而且呢 证实了 这个小瘤子有活性 后期呢 手术切除了这个身上线的小瘤子之后呢 血压也正常了 所以说呢 对于某些激发性高血压患者来说 他的最根本的病因被去除之后 血压也不再升高 这个时候也无需长期口服降压药 所以说啊 今天给咱们这个视频做个总结 绝大多数高血压患者 尤其是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长期甚至终生的口服降压药 主要目的是控制好血压 减少心脑肾的损伤 延长寿命 提升生活质量 而少数的 极少数的高血压患者 也可以考虑在医生的指导下 停用降压药 也绝对不是不能停 就像咱们前头说的这四种情况 但是呢 张大夫今天这个视频 就想让更多的高血压患者 正确认识高血压 高血压血压高了 先改善生活方式 改善生活方式无效的情况下 如果血压抑制高 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药物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让我们的生命更长 更好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希望这个视频能帮到手机前面 广大的高血压的朋友 尤其是那些自己血压高了 还认准死理儿 就是不吃降压药的朋友 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 该治还是得治 行了 今天说到这儿 关注健康 关注张志英大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